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小川老师 现在时间是5月19号 礼拜二早上的9点58分 那今天整个台北股市呢 我们会发现到整个跳崩开高 那今天最高的时候呢 台北股市呢大涨了184点 那目前指数呢还有大涨了125点 稍微有点上一线 那当然因为这是因为美国股市呢 昨天大涨的关系 那美股大涨了也是因为 目前的新冠肺炎的一个实验的药 它是有效的 所以呢带动整个全球股市呢 都是出现上涨 那关于整个台北股市的走势呢 在今天上涨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 整个台北股市呢 目前为止还是维持在 整个月线跟年线之间 这个地方去走区间 那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呢 有跟各位去分析过 台北股市目前这个多头呢 它还不会结束 那因为最主要原因是 如果我们就美股的表现来看 整个道琼指数呢 在昨天大涨之后呢 它现在这个盘整局啊 已经快突破前高了 那代表着说 这是属于比较偏补涨的这一块 这地方呢 它开始有一些 有转强的一个迹象 那再来呢 之前强势的高科技股 在昨天的走势里面 昨天盘中啊 还在创近期波段以来的新高 所以呢 当整个美股持续在走高之后呢 我们再从整个亚洲股市里面来看 像今天啊 整个上海股市呢 也是一样 维持在整个年线跟季线之间 去走区间 但是呢 这地方啊 已经开始慢慢有一些 要去挑战年线的味道在 所以呢 全球股市都在涨 所以台北股市在这个地方啊 它也没有理由说 这地方就出现下跌 那再加上这两天 期货的一个仓位呢 高达占上了4万口 所以我们这两天就有跟各位说 这地方期货的结算 它是有机会拉高 它是有机会拉高 可是在拉高的过程里面啊 台北股市是不是能够 站稳到整个年线之上 在走攻击 我觉得 这跟结构有关 那结构待会我们再来做解说 那如果说以目前啊 虽然有一些 美中贸易的一个冲突 可是我们昨天有跟各位讲过 这地方只要人民币呢 这地方没有出现贬值的话 我觉得这里就不用太过担心 所以呢 今天整个人民币的走势呢 是比较稍微偏深 当然幅度不是很大啦 但是呢 这里呢 有一个比较偏利多的状况 就是因为 美元它的避险的一个角色 反而在 疫苗的解药 实验有成之后呢 反而它的一个避险的一个地位 反而是比较偏弱 所以呢 美元一下跌下来之后呢 也让整个新台币汇率呢 在这地方啊 是比较偏深值 所以呢 我觉得 只要美元是只持续走弱的话 对整个亚洲股市或全球股市呢 都是有利的 因为它资金会往外跑 可是重点是 因为台北股市呢 目前的年线 它还没有办法有效的站上 那当然这地方呢 跟整个全职的个股有关啊 我们就从台湾50里面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 台湾50间就比较偏一个 属于那种开高之后的一个走低 所以我认为啊 台北股市在这两天 因为今天 明天是期货结算 所以呢 台股虽然有拉高结算的机会 但是呢 这地方的震荡一定会加剧 一定会加剧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市在这地方啊 还会比较偏维持一个 比较区间的一个走势 但是呢 这地方的一个操作的重点 那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因为台股呢 一直迟迟的没有办法 很有效的越过年线 所以呢 涨多的股票 务必这地方 不要随便去乱追 好 我们就仔细来看 我们就从整个生计的角度里面来看 因为之前我们有介绍过 比方说像是 6589的台康生 之前我们在低档介绍完之后 涨上来期指涨停板 那高档我们获利掉了 获获利完之后 你会发现最近好像 诶怎么搞的 突然忽涨忽跌忽涨忽跌 那最近呢 这种涨多的生计个股呢 都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比方说康纳湘也是一样 涨上来之后一跌下来 虽然昨天上涨 可是今天又跌下来了 那可见了呢 有一些个股啊 在这个地方筹码面 它已经乱掉了 那再加上呢 如果说我们再从其他的一些 呃电子类股里面来看 比方说啊 昨天PCB的个股呢 这地方的卖压蛮重的 好像欣欣 像是8046的南电 这类型的个股也是一样 从高档呢 都是出现了一个下跌 可见今天不管是电子 或者是非电子类股 高位阶的个股 就不要去碰它 好不要去碰它 那当然这地方的朋友们会想说 那我现在到底能够做什么 那我的方向到底应该要放在哪里 好 这里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说过 台股这两天有机会拉高结算 但是你拉高结算是不是能够就占了年线呢 除非你这地方 电子的全职股是一走强 可是目前我们来看的话 其实电子全职股 其实这个时间点 并没有比较偏强的状况 所以呢台股有机会拉高结算 但是拉高结算呢 会碰到压力区 所以呢这地方也要预防它流上引线 所以这两天震荡会很大 那目前呢 比较高位阶的电子类股 已经从高点这地方啊 出现了一个下跌的一个状况 那同样的生计的个股也是一样 所以呢 我们现在选股的过程里面 要跟这个盘式的指数 没有关系的股票 那什么叫做比较 跟指数比较没有关系的股票 比方说我们近期呢 去针对一些比较低位阶的生计的股票呢 我们开始呢 去做一个补涨的一个低阶的动作 比方说像生计的制药的个股 近期外资的一个操作 就去掌握这些 还在比较低位阶的股票 而且去做低阶 那这类型的个股 当它突破盘冷却之后 这地方会有一个 补涨的一个走势 所以呢 关于这一类型呢 比较属于低位阶 而且有补涨个股的走势呢 是反而在未来 在5月中下旬之后呢 这地方整个操作的一个重点 所以呢 近期我们会把一些啊 涨多的个股呢 我们去做获利调节 比方说3059的华金科 之前我们在季线之下 好介绍给各位的 近期拉高来到年限位置区的时候 在这一天 上个礼拜 5月14号礼拜4 我们开始呢 逢高获利去调节 再比方说像3406的玉金光 当初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 是在这个位置区 那之后呢 拉高之后呢 我们也开始呢 逢高去做一些调节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手上的持股呢 是不了解它是高低位积的话 我建议各位 这边要开始先检视一下持股 这样子你才能够布局到下一波 轮涨型的个股 如果说你今天持股不了解 到底我该不该调节 该不该稍微卖一趟的 很欢迎各位 你可以在LINE里面 那么留电 那甚至于呢 到时候呢 针对你手上的个股呢 我们再跟你去做一个 比较详细的一个解说 那关于整个大盘的一个 详细的一个分析呢 我们在一点钟的时候呢 我们再详细的跟大家去做解答 那如果说持股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各位 在LINE里面 留电 到时候呢 我们会针对你手上的个股 再跟各位去做一个 针对你的个股去做详细的解说 那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一点钟再见 拜拜